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暴雨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卡特总统的警言 近百岁的卡特总统最近发表了一篇 为美国的民主感到担忧的感言 直言在无耻政客的引导下 一群暴徒袭击了国会大厦 几乎导致民主权力移交到中断 四位前任总统一致谴责了他们的行为 并确定了2020年大选之合法性 文中指出根据调查显示 近一亿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 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 我们可能需要用武力加以挽救 更有40%的共和党人认为 对抗政府的暴力行动有时是正当的 这位民主党籍的前总统 呼吁美国民力若想经得起考验 必须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和候选人坚持自由 理想坚持高标准的行为准则 今天我们想见民主和共和两党之旗舰 今天我们眼见民主和共和两党之旗舰鸿高 越来越深 许多共和党执政的州长可以独断独行 不受联邦政府之施政准则 后果真不堪设想 多年来由卡特中心领导之督查小组 走遍世界各地 希望看到真正的民主投票 而今天号称是民主老大的美国 却遭到了同样的困扰 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和讽刺 这些人感到遗憾和讽刺